1661年,著名文餐大V金盛探为民请命,修习文痛骂官员,最终却一年获罪,惨遭肉体封号。 临行前,金盛探给儿子留下了一封绝命书。 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,有火腿滋味。 不同的味道在你的嘴里碰撞出什么惊喜? 花生米和豆腐干同嚼,真的有火腿味吗? 才知道,在知识的海洋里,狗跑。 不管你的舌头有没有开过光,都只能品尝到酸、甜、苦、咸、鲜这五种基本味。 至于麻、辣、清凉、醇厚等,虽然也跟味道相关,但并不属于基本味。 虽然基本味只有五种,但基本味之间能相互交织影响,融汇成更加丰富,具有层次感的味道。 厨师和吃货们在数千年间,不断地做了吃吃了做,终于总结出了四类重要的调味技巧。 想要成为在你家一带颇有名望的调味大师,你就需要掌握这其中的奥义。 比如东北人民热爱的郭包柚,会在调糖醋汁时加一点点盐,让肉更加甘甜可口。 这其实是在通过咸味来突出甜味。 当糖和盐的比例大于10比1时,糖的甜味会更加明显。 所谓味的对比,就是像这样把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味道的物质,以极为悬殊的比例混合,让含量高的物质滋味加倍。 除了锅包肉外,潮汕地区流行用荔枝蘸酱油。 日本人喜欢在吃西瓜时蘸盐,都是用一点点咸味,来让甜味显得更加突出。 除此之外,咸味还可以用来突出鲜味。 比如在熬汤时加一点盐,能实现提鲜的效果,让喝汤成为一件美事。 在用味精的时候,也要放一点盐,才能让鲜味更好地显现出来。 比如把95克味精与5克鸡干酸混合,就能得到相当于600克味精的纤维程度,让纤维猛增。 将鸡干酸换成鸟干酸、琥珀酸等其他纤维剂,效果也类似。 所谓味的香橙,就是像这样把两种或两种以上有相同味道的成为物质混合使用,让味道更加浓郁,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在门南地区年夜饭必备的大菜佛跳墙,就是将富含鸡干酸的动物原料,富含各种鲜味氨基酸和鲜岸的海鲜和菌菇混合在一起炖煮,发生鲜味的相成作用,让整道菜鲜香四溢,美味夺人。 味的消沙 最常见的例子,是用甜味消去酸味。 比如在西红柿炒鸡蛋里加糖,就能减弱西红柿的酸味,产生酸甜的口味。 所谓味的消沙,其实就是用一种物质,去消除或减轻某种味道,平衡口感。 像是糖醋里脊,糖醋排骨,也用到了砂糖和食醋之间香消的现象,平衡酸味,保留醋中的香味物质,才能调制而成。 味的变调 比如西非的这种长得像小番茄的神秘果,就能把酸味转换为甜味。 因为神秘果的果肉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,它本身没有味道,但在酸性条件下, 却能激活味蕾上的甜味感受器。 所以吃完神秘果,你能把柠檬吃出柑橘的味道,把白醋喝出糖水的味道。 所谓味的变调,就是像这样用一种物质去影响另一种物质,产生原本并不存在的全新味道。 如果你在吃完甜食之后立刻喝酒,会觉得酒有些苦味。 而喝一口浓盐水后再喝一杯凉白开,会有甘甜的味道,这都是因为发生了变调现象。 不过在日常烹饪时,味的变调往往应用很少。 在一些正式的宴席上,有时还会特意调整用餐顺序,先清淡,厚重口,最后安排甜食,避免口味变调,影响味道。 至于视频开头金圣炭留下的那句,花生米与豆腐干同角有火腿滋味,听起来应该也是利用味的变调所实现的。 可惜如今我们并不知道三百多年前,金圣炭吃到的花生、豆干、火腿究竟是什么滋味,甚至都很难考据这句遗言到底是真是假。 不过利用花生和豆干,确实可以做出肉的味道。 你只需要把花生蛋白和大豆蛋白按适当的比例和处理方法混合,就能做出口感和风味都很像肉的素食。 其实长久以来,大豆、花生、蘑菇都是中餐仿荤素菜中常用的原材料,像什么素鸡、素毛肚、素鲍鱼,以及如今流行的植物肉、人造肉,都是用类似的方法加工调味得到的。 不过如果你只是买来一斤花生米、二两豆腐干,直接放嘴里干嚼,那大概率是吃不出肉的感觉,我们自己试过了,真的不像肉。 掌握了这四种调味的奥义,你或许也能像金圣泰一样,捣鼓出一个让后人传送的美食传说。 不过在现代,调味已经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工艺,比如你在喝无糖饮料时,会发现其中会用好几种甜味剂。 这是因为它们虽然都能带来甜味,但甜度本身有差异,随时间的变化区限也不一样,所以需要用好几种甜味剂互相搭配,去模拟出接近天然热糖的甜度区限。 但即便如此,也还是会被斥责没有灵魂。 如果你能用调味剂调配出以假乱真的真糖口感,那完全可以一夜暴富。 最后,我们介绍的还仅仅只是基本味层面的相互作用,但除了味觉之外,食物的口感、气味、甚至颜色都会影响它的味道,也经常会组合出奇妙的效应。 比如有人发现,把熟透的香蕉和冬枣放在一起吃,那么它们所产生的气味能让你永生难忘。 。 嗯,下了。 下过了。 下了。 下了。 又下了。 西红柿炒蛋做好了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